拜登還簽署了行政令 除了巴黎氣候協議 拜登還簽署了行政令 重返世界衛生組織 並且終止提供 修建美物邊境場的資金 停止移民的緊縮政策 以及推翻環境監管鬆綁政策 也就是取消 從加拿大輸送石油的計劃 而特朗普執政時 為追責中共隱瞞疫情 一再使用中國病毒等名詞 拜登上任後則簽備忘錄 要求證明新冠病毒 另外對孔子學院的禁令 則是因為還沒有完成審核程序 依照規定在新政府上任後 遭到撤銷和凍結 目前拜登上任後保留的政策 只有對中共制裁的高額關稅 以及華為禁令 洪水 爭執 努力